感觉整个海里在你的嘴巴里面 游来游去 好香 很好喝 里面的肉软软 胡作皮又脆脆 帅帅 大家好 我是六月 我是姚欣妮 新瓦关卡终于开通了 大家又可以开着车去找美食 没错 事隔两年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不要回家 带你去看明星 看明星 新传媒已经很多明星了 为什么要看明星 不 这里不仅可以看明星 还可以吃美食 Let's go 文龙大哥 超级明星 你们看得多了 过气明星 应该没有什么看过 哪里 哪里就在你的脸前 六月娘 这家也没想到你 我们求生意有没有很强 不敢 今天就非常开心可以来到新皇亭 来尝试这个主打的泡饭 它基本上是全新山 唯一一家主打泡饭的店 那应该是全马 全马 不是全新山而已 这个泡饭的话是有两种汤底 这一个是黄金汤 还有一个是鲜汤 这是海底世界吧 一口下去 你只要感觉整个海底 在你的嘴巴里面游来游去 对了 好香 很好喝 饭粒也是粒粒分明的蛋炒饭 你吃得到蛋 对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不喜欢吃轴 或者是不喜欢吃软软的饭 所以你就是用炸饭的话 它吃起来就很有口感 你们可以吃它的炭豆腐 这个是咸蛋黄酱 炭蛋黄酱不会太重口味 可是很香 而且我觉得它的豆腐 其实吃起来还蛮扎实的 蛮结实 蛮扎实 对 里面还是嫩的 对 好有趣 那时候我们刚开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的爆品 我们根本来不及做 在做豆腐的那个 我们后面的朋友们都冒冷汗 不要再点了 那我们来现在吃一下 这个猪达的沙酱盐水鸡 是我的伴侣陈志欣师傅 大明的一个菜 在新加坡那时候 李显仁总理超爱吃这道菜 是不是吃这个的话也会很多语言 就吃一个中文 吃一个马来文学 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自己做了厨师之后 自己在店的东西都不想吃 你会这样吗 所以我就说比较少来了 其他现在因为去西亚没拍戏了 对 比较少过来 所以偶尔一回来 一看到满桌子 我们新王庭的食物 你会觉得很兴奋 非常开心 口感如何 好嫩 它的鸡肉非常的多汁 饱满 你知道吗 真的很好吃 为什么它看起来的色泽 跟我一般在那边看到的鸡的颜色 这个光泽度有点不同 因为这个鸡是用好的鸡 这个是黄梨鸡 黄梨鸡 它是吃黄梨 对 那个肉质就很鲜甜 而且非常的嫩 那接下来我们可不可以吃一下这个线菜 好脆 真的 它放了什么调味料 我有吃到下面这里 椒盐是不是 对 好贵 好好吃 我还要吗 我也要 我要 这个也是我们的拿手菜 它叫做树芳 是不是黄树芳姐姐 对 我也是讲说我有听错吗 不是 黄树芳我也是在跟她拍戏 树就是栽的树芳 辅助皮 它里面包那个鱼片 还好还很脆 我好喜欢芥末 这个酱汁 它不像 可是很好吃 里面的肉软软 辅助皮又脆脆 对 所以它的口感就很好 大哥 你知道吗 我明天还有拍摄 不要紧了 你们两个越来越瘦了 要吃多一点 对啊 你这么讲 好 我再再拿一下 瘦是因为上镜好看的 不要学我 不会 保养得很好 你们刚才试的那些都是在我们旧的菜单里面出现 我现在给你们吃一下新的菜单里面 冰镇菇老幼 好特别 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吃菇乳肉 有时候我吃到的时候 我会觉得里面有很多肥肉 要么就是全部用瘦的话会很硬 对 而且我真的吃下去的话 我觉得口感适中 就不会太硬 也不会太软 对 你真的是吃货 冰镇菇老幼它一定要用半肥瘦的肉 它才会好吃 好会吃 有没有 好 再来一块 这个就是黑毛猪的猪颈肉 我觉得它很像中国菜的调味 有自然 中国风 我吃过一些猪颈肉 我不是太喜欢 因为它有嚼劲 很像吃口香糖 但是这个吃起来不会 而且它其实有个后劲 整个口香是有慢点那种呛呛的感觉 我其实很想吃的是这个 因为我喜欢吃冬粉 粉丝蒸胜瓜 这粉丝好香 它的那个酱料对吗 对 它的酱料是不是麻油味特别香 好好吃 而且它不会太咸 刚刚好 我觉得人不可貌相 我这样看上去 我觉得它很软 我以为是那种入口即化的 但我吃下去不是 它是有口感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很害怕 就是很软很软的蔬菜 你很害怕软软的味道 对 或者是茄子 你跟我们是朋友 我这也不喜欢麵蛋 不 我现在喜欢了 我不喜欢吃了 然后这一个是鲜蛋 我把那个 它就用了这个调味料 这是在北马 一个地区 很出名的一个酱料 好Q 很有嚼劲 好 来 让你们吃吃我们的甜品 谢谢我朋友 这个叫香茅丼 其实在外面很多地方都有 对 但是我吃来吃去 我还是觉得我家的香茅丼 是最好吃的 我认同你讲的 它吃起来 它有带酸 它有放了那个荆棘 对 对 我非常喜欢荆棘 还有柚子的那个 对 然后它还有加这个 这个一粒一粒我忘了叫什么 加香茅 对 加香茅 你们喜欢这个甜品 我帮你们加一个我们最新的炸奶 牛奶拿去炸 来 帮我安排炸奶 好 就是疫情之间的时候 真的是在这里忙了很久吗 其实疫情的时候 在这里不忙 我们在疫情之前 我们真的很忙 我可以从开店 我煮泡饭煮到我收工 我的桌子没有空过一张 这样是不是我们新加坡的时刻 现在可以过来 需要先预约一下 是可以预约 可以预约 可以预约 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来的时候 真的是外面大排长龙 对 因为刚开始就是有预约 可是有些人可能迟到 塞车 七点来到 外面的人就开始骂 对 来 再来 好快 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的炸奶 爆浆 你的奶流出来了 对 对 它的奶流出来了 我的奶流出来了 还冒烟 文龙大哥 你在这里 会不会常常遇到一些粉丝 然后跟你拍照 拍照是很经常 但是你要注意 很多跟我拍照的都不是年轻的 一个年轻的美女走过来 我妈妈很喜欢你 每次就问她 为什么你不喜欢我 因为我妈妈看你的戏长大的 所以我觉得很坏 她不是讲说我是看你的戏长大的 她是讲说我妈妈看你的戏长大的 那个辈分不一样 好 最后想问一下就是文龙大哥 你有没有想说要拍一些粉丝 还是带到新加坡 暂时还没有 这个你要维持这样的食物的品质 其实厨师很重要 很多东西要自己做 所以有很多工 所以当你在开粉丝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同样的人 可以做这样的东西 然后你才可以开 所以说如果新加坡时刻 想要来新黄亭品尝一下 新旧菜色的话 一定要过来捧场 没错 那你来之前 可以像文龙大哥说的 可以事先定位 但是请确保你到的时间 不会超过你定位的时间 好不好 没错 再一次谢谢文龙大哥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